大家好,欢迎来到郁文厨房,我是孙玉文 一碗热腾腾的炖鸡汤 不仅可以帮助身体暖和,舒活经脉 而且也能帮助放松心情 今天就来做一道制作简单又美味的山珍菌菇炖鸡汤 让忙碌的您不用花许多的时间就能炖出美味养人的鸡汤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围炉砂锅菌菇养生鸡汤 煮食材有一只鸡 配料有山珍菌菇煲炖汤料 姜片 把鸡洗净 我今天用的是小鸡 煮开一锅水 放入鸡煮五分钟 鸡汤是进步的常见菜肴 汤汁香醇非常养人 时间到 捞出 放入冷水中洗一下 洗去浮沫 放入盆中备用 把炖汤要擅食材倒入水里洗一下 捞出 我这个炖汤包是从超市买的 超市一般有炖鸡汤的料包 每个包都会印有使用说明 我这里的食材有各种的菌菇 还有红枣 山药 百合等等 洗好后 再加入水浸泡三十分钟 水可以多加一点 我们后面可以用泡食材的水来炖汤 泡好了 把食材过滤出来 把泡食材的水倒入砂锅 如果水不够可以再加一点 用大火烧开 放入鸡 用中小火炖一小时 时间到 打开盖子 放入泡好的汤料食材 继续炖三十分钟 加入盐调味 放入姜片 再炖五分钟 可以出锅了 这样就完成了 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炖鸡汤就做好了 鸡肉金黄 鸡汤浓郁油亮 我先来喝一口汤 口感细腻温和 回味甘甜 现在再来尝尝鸡肉 鸡肉的确非常的嫩 很好吃 大家也来试试看 让美味鸡汤带给大家温暖的心情 打開盖子 拔开盖子